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以及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合办的2021岛屿音乐祭 圆满结束后接力的与陆毅回忆公益展 接力在花莲文创区第17栋来开展 从即日起到10月24号也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在花东和日本冲绳轮流举办的岛屿音乐祭 国庆廉假的9日晚上 已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唱暖身 今年迈入第8年12日起接力的岛屿公益展 则在第17栋开展 以语录义回忆为主题 展出陶艺琉璃珠染布编织四个类别 呈现岛屿的生活美学 我们已经连续8年举办岛屿音乐祭 那岛屿音乐祭讲究的是文化交流 所以我们特别安排有公益展 那今年是以语录义回忆为主题 邀请了四个领域的专家 包括有陶艺部分指导廖光亮老师 然后呈现台湾族的公益之美 然后在编染织技术的话 是邀请到布农族的胡淑林老师 来介绍从柱麻的采收到染色到编织的应用 那另外也邀请到染布技术的专家 副局组老师 他介绍我们包括有像很自然的 那个晕染或是冰染 这些特殊的染布技术 然后再来是邀请到了林秀惠老师 他是台湾族的留宜族的专家 那实际上把传统的美学 应用在现代的事物上 有非常接触的表现 那非常欢迎各位在 利用时间来花莲文创园区 观赏这次公益展 2021岛屿音乐季 今年仍以丰沛音乐集 一文内涵温暖展开 四位花东工艺家 包含九鸟桃梢料光亮的柴烧桃壶 达尼福工坊 胡鼠林的布农族编织 富珠桥染 富举珠的染色记忆 卡塔文化工作室 林秀惠的排湾族琉璃珠 展期至10月24日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花床园区第17栋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院黄连士报导